一開始其實大家都是不認識的 這次就是完全都是透過全員端的溝通 因為我的組員其實都還蠻不錯 那最後有完成一個核心功能都有做出來的一個作品 這樣就是覺得蠻開心的 今天我們在開這堂課之前有做過試占調查 蠻多工作室都提到說他自己在公司就只有一位 他沒辦法學到像是中大型的公司 可以學到多人團隊協作 他也沒辦法去接觸一個全新的產品 他的產品生命周期是怎麼做的 所以後來我們思考了蠻久的 就決定去出一款就是無人一起成為一組 那藉由三到四個月開發 共同協作開發出一個技術產品出來 那藉由專體教練去帶這無人小組的方式 可以去傳承許多有關於團隊協作 程式碼開發、資源分配 當今天遇到焦慮的時候該如何去緩解 如果你會想要處在一個環境 就是這個環境中有團隊成員可以互相砥力切磋 然後有教練可以協助 還有一個專題目標可以去前進 這個專題班就會提供一個很好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勢必就會有所成長 這是一個蠻寶貴的經驗 但是要做好爆甘的行李準備這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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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